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第295题 在数据流当中找中间值 他说这个中位数就是一个排完序的整形列表当中的中间的值 如果这个列表它是偶数个 那就是取中间两个数的平均值 如果说它是奇数长度,那就是最中间那个值 所以这就是题目的意思啊 由于它是数据流,所以你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个数据 所以你就要动态的调整这个数据流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不可行的 就是你读进一个数,你用一个数据结构来存所有读进的数 然后每读进一个数,你就把这个列表排下去 然后取中间的值 这个肯定不可行啊,你需要一个很大的数据结构来存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要取中间值肯定是要排序的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整个数组 所以你就在想有没有其他有排序性质的数据结构 那就是heap呀,heap它就是你可以知道它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那怎么来得中部的值呢 如果你只用一个heap,那效果其实跟你把所有的数据都排下去 就每读一个新的数,你把它排下去没有区别 那为了,就是不需要这样子做,那我们用两个heap 怎么来用两个heap,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这个所有的数排完序,你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取它中间的值 那现在我们既然用两个heap,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段给拆分开 这段你可以找它的,就是它的最大值 然后这一段你是不要找它的最小值 也就是说一段heap是用来找一个最大值,一段heap是用来找最小值 所以我们就用,就有两个不一样的heap 一个就是最大堆 最大堆是找,最大堆它的堆顶是最大的值 所以符合这个条件 最小堆,它的堆顶是它的最小值,所以符合条件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这两个值,然后除以二就是它中间的值 那如果它是奇数的,我们对比一下 哪一个堆它多一个,就是它的size大1 如果大1那就取它的堆顶的值就好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思路 那到底来存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堆 一个堆它是上升的,就是这种increasing的 也就是extending的 所以它的堆顶是不是最大值 堆顶是这个-3 所以它用来存小的数 因为小的数你要找它的最大值,然后大的数你找它的最小值 这样你才能找到中部的两个数 所以另外一个堆,它就是降续的 因为你这样才能快速找到它的 嗯,这是不是写反了?我没有写反 如果,对,这个是降续的 所以它的堆顶是最小值吗?嗯,没有错,这是降续的 所以它用来存大的数 所以你才能,它这个最小值才有价值 所以你,嗯,不要乱掉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最大堆来存小的数 然后最小堆用来存大的数 所以这样中间的才是排完序的中间的两个数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数据结构是一个最小堆最大堆 还有一个就是,嗯,存下它的size 一个叫做meaning size 还有一个对应的叫max size 好,我们来考虑一下 如果是加一个数,我们有哪些情况 加的数叫number 如果meaning size等于0 我们直接把这个数放到最小堆当中 如果max size等于0 这个是else啊 所以说如果这个过了,那就是已经return了 那如果是,就是一个堆有一个数 嗯,还有个堆是空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数 它跟最小堆的堆顶的值做比较 因为我们要时刻注意到 max heap存的是小的数 mini heap存的是大的数 所以如果当前的数它比mini heap的peak要小 也就是说它们,嗯,它是符合条件的 所以直接把这个数放到max heap当中 它是放到小的数嘛 但如果这个数,它比mini heap的堆顶的数要大 所以就我们把这两个堆换一下 也就是把mini heap这个值给放到max heap当中 然后把这个数给放到mini heap当中 我就相当于对调了一下 所以这样才能保证 永远是mini heap存的是大一点的数 然后max heap中存的是小一点的数 好,这是两种就是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初始的情况 就是当它们都为空的时候 那如果不为空 就当前的数如果比mini heap的堆顶的值要小 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是mini heap嘛 这个是mini heap嘛 另外要求最小值 对,这个是mini heap 如果它的值比它的堆顶的值都要小 也就是说它比mini heap的所有数都要小 所以你就不要把它放到这里面 你就把它放到max heap当中 就把它存到max heap当中 如果不是这个情况 那就最后一种情况 你就把值放到mini heap当中 所以这样就对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函数 叫做balance 为什么要balance 因为你只有这两个堆的大小相差 小一等一的时候 这两个数才会是中间的两个数 所以你每当加完一个数 你就要balance一下这两个heap 如果它们的size的差距小一等一 那符合条件 那如果说max heap大于一 那你就把一个数从 就比它大超过一 你就把这个数从max heap当中 pull出来放到mini heap当中 相反你就是把它从mini heap当中 调出来放到max heap当中 所以就这样 那么对于fine的mini 那就很简单了 你就看哪一个堆 它是比另外一个堆大一的 然后就取它堆顶 要不然的话 就是取两个堆的堆顶的值除以二 好就这么简单 让我们来写这个代码吧 我们需要的是priorityq 然后放的是integer 这个叫mini heap 还有个是priorityq integer叫max heap 还有mini size intermax size 好现在要写初始化 mini heap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mini heap放的是什么 mini heap放的是大的值 因为我们要求它的最小值 所以它要放 我们要得它最小值 所以它就是默认的这个排序方式 priorityq 这样就好了 但max heap的话 它我们要得它最大值 所以它就是倒序的 所以我们要写个num down ab b-a 这是一种写法了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写一个什么 connections revised order 应该没有写错 反正就让它换一下顺序 mini size等于0 max size等于0 好 add number 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一开始mini heap 就是mini size等于0 直接把它放到mini heap当中 offer这个number 同时mini size要加价 好 return掉 如果max heap max size等于0 那就max heap offer这个number 然后max size 加价 然后你也return掉 好 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 就是就开对比一下这个number 如果它小于mini heap的peak 就是比它的最小值还要小 那就把这个值给放到max heap当中 同时max size 加价 不return 因为待会我们可能还要balance一下 如果不是这个情况 那就mini heap offer这个number 然后是meaning size加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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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balance 来看一下怎么balance void balance 其实很简单啦 其实很简单啦 balance就对比一下size 先简单检查一下 如果meaning size-max size 它小于等于1 就return 如果max size大于meaning size 它的要多一点 所以就mini heap offer max heap 破进去 然后max heap少了一个 所以就max size-减 meaning size它多了 所以就加价 这里的话就反过来 那就max heap offer meaning heap 破 meaning size-max size加价 好 这是balance 好了 分析们 来看medium 如果说 if max size大于meaning size 也就是直接返回 max heap.peak就好了 如果meaning size它大于meaning size 那就返回mini heap.peak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就doubleA等于mini heap.peak doubleB等于max heap.peak 然后你return a加b除以2.0 应该是对的吧 应该是对的吧 嗯 看一下 为什么 这里会错 如果max大于mini size 嗯 没错 如果它大于它 没错 加3 加3 应该是 嗯 看上去没有问题 就只有都一样大的时候 我想一想 它为什么会返回1 就 嗯 一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1放到mini heap当中 然后2的时候 2比它大 所以调换了以下 如果它比较小 嗯 调换了以下 所以mini heap现在是2 max heap是1 然后3的时候 3 它比mini heap小吗 没有 我看一下 3比mini heap的peak要小 所以 max heap offer 这个 1和2 哦 这里 这里 哎呀 忘了我刚才说了 你要对比一下 如果说 当前的number 它是小于 mini heap的peak 如果它比较小 因为mini heap 我们要求最小值 所以它要放大的值 所以当它小于它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值给放到 嗯 max heap当中 没有问题 max heap 加加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值 它比mini heap的peak要大 它比mini heap的peak要大 所以你就要换一下 你就 mini heap offer 哦不是 max heap offer 这个值从mini heap当中 pore出来 然后 然后是把mini heap这个值 off 把number放到mini heap当中 然后这里要变动的是 其实这里 把这个放到最下来 因为不管怎么说 它的size都要加加的 嗯 嗯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把它加到这儿 好的 谢谢收看